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3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55.98 收盘价是258.08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1.18 最低价是在255.05 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6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088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89倍量缩 KD值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变小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减弱 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 开口略有增大 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增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8月31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K线 它是一根上涨的K线 上影线略长 那它所处的位置呢 是在股价横盘突破后的休息中 我们会看到连续两个交易日出现小绿K线 也就是收盘价是一个继续出现一个横盘 那么连续出现休息K线之后呢 也就是股价现在在等待选择方向 那我们也关注到目前股价出现的是一个价平量缩 那这样一来在之后的交易日 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做大幅的上涨 那否则呢股价会出现回档 对也就是价平量缩 如果股价没有向上的一个大幅上涨的突破呢 我们要小心它会出现回档 好这是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8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会出现上涨 我们给了两个点位 一个是261 另外一个是268 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 收盘价会在252.5附近 实际在8月31日收盘价是在258.08 是出现了一个很小幅的上涨 那我们预测的上涨和实际发生的上涨收盘价 不仅是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 性质也不同 我们预测的上涨是要站上前一日K线的最高 而实际是当日虽然出现了新高 但是收盘价依然在前一日K线最高的下方 那么我们刚刚从K线信息解读 连续出现价平量缩 那么股价要选择突破 目前呢股价还是在一个上行的走势中 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 对于9月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 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73 273是股价自7月19日开始下跌以来 我们会看到在7月25日出现反弹之后再下跌 这个起跌的K线的最高 所以这个位置是目前股价上行的一个强压力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 如果股价能够突破这个强压力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299.29 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99.29呢 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 这个长期的多头趋势 那么我们再延伸去说 如果股价站上了 日后站上了299.29呢 那么继续向上的目标应该是 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14 那么我们会看到前面还有两个高点 那么这两个高点它仅是压力位 对所以我们说一旦股价站上299将会恢复这样一个多头趋势 然后目标是414 好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 那股价要站上299.29呢 有两个 依然有两个压力 一个是上方的缺口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头头低的下行趋势线 这是股价的目前日K线图当中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 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说明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 如果股价出现回档或者是下行 第一个目标就是228 是8月24日这根K线的最低 也就是股价回档要跌破 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这个头头高底底高的短期多头趋势 那么如果228被跌破呢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12前低 股价跌破212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 这个叫做空头趋势 然后股价会继续下行进入更深度的回档 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的两个目标 228和212 然后我们再来看 对于9月1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 之前我们给出了是两个观察位是257.5 那股价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容易收高 下方运行容易收低 对下方248 我们给的是这根实体长绿K线的中线 也就是股价一旦出现回档 它将是一个强支撑 对好那么对于9月1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55 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255 255就是前一日K线的最低 同时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五日均线值的上限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 在9月1日如果股价能够在255上方运行 是容易出现上涨收高的 但一旦在盘中股价是在255下方运行的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 对所以在盘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55 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我们目前在8月29日收盘价257附近 给出的是一个5%的进场做多 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仓位的 那接下来连续两个交易日 我们给的止损位都是守这根绿K的最低237 那到了8月31日这个收盘价 我们会看到它出现的是一个小幅的上涨 那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 我们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的 因为目前出现的是成交量缩 所以说股价日后如果不上涨是极有可能出现回档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 当然也不可以进场建仓 对好那这5%的仓位到了9月1日 我们给出的止损位 我们从237提升到240 就是我们要守20均限值 好 当然如果是获利的 我们给出的获利的目标是273 但是呢股价在什么位置获利呢 是就是说要各位网友要根据自己的仓位和自己的叫做 承受能力去选择获利的点位 对 那么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只给止损位 对 好 这是我们说的多头 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 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 那我们说股价在9月1日开盘之后 只要上行就会有空头的进场加仓 那么他们要守的位置 也就回补位应该是273 如果在9月1日是一个低开盘 或者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 同样会有空头的进场 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跌破20均限值 或者是这根绿K的最低237 还有就是下方的228 那如果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 那么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前高261 附近 好 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 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 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 谢谢大家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261到上方的264 在这个区域 第二个压力位是273 第三个压力位是上方的缺口281到289 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限值 是在253到255之间 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限值 在243到245之间 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限值 在240附近 我们把它和前这根实体长绿K线的最低合并是237到240之间 这是第三个支撑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9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涨 如果出现上涨 它将是高开盘 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6.5 在这个位置 上方最高会到达267 收盘会收在265附近 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6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 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 如果是回档 它将是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259.5 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51 然后收盘会收在253附近 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2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回档 好 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